相信我 电脑里面的东西一定要隐藏好 男人的好兄弟小熊 此时正在借用他的电脑 当即质问男人 为什么有这么多学习资料 也不共享出来 而且还这么仔细地做了分类 当尘埃落定 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 双方互相看了一眼 为了掩盖这个事情 当即就为电脑来了一波物理超度 这是两人难得的一次放走 小熊虽然结婚很久了 但经常会因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跟自己妻子争吵 小熊感觉自己跟妻子的关系 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直到之前听到别人说 要想夫妻关系好 孩子少不了 小熊觉得十分有道理 连忙过来寻求约翰的帮助 毕竟他再怎么搞事 也改变不了他是个玩偶的事实 所以只能寻找高质量男性 让他们帮忙捐个金 两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当红明星 既然是大腕可定不会同意 没办法 他们只能智取 约翰冒充空调维修员 告诉明星他的邻居抱怨 他家的空调外积太吵 需要进行检修 明星也没有什么怀疑 而约翰偷偷剪断了外积的电线 晚上 明星因为没有空调又太热 肯定就会打开阳台门 这刚好给了约翰和小熊 潜入他的房间的机会 来到床边掀开明星的被子 金光闪闪的差点亮下他们的狗野 当两人专注的为明星小弟服务时 却不成想 明星感觉太过怪异便苏醒了过来 却看到两个大汉对自己兄弟做那样的事 当即就把他们认了出去 无奈 他们又将目光对准了小时候的偶像 立马登门拜访 偶像也没拒绝 但是他说 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从不节制 导致现在完全没有库存了 再次无功而返的两人决定 直接使用约翰的金华 这两人此时正位于男人的金华储存室 男人是来捐赠的 走进房间不到三秒就 就走了出来 他拿着金华想要小熊看看 但小熊觉得恶心十分排斥 于是两人在争执中将货架打翻 而约翰当即就被不同的金华 来了个全身保养 还不小心吞了几口 这差点让他将上辈子吃的都吐出来 而一旁的小熊不但不帮忙 还拿出手机叫约翰比个烟 准备发到朋友圈 随后 成功拿到约翰金华后 便决定让小熊的妻子杰西卡过来 不曾想 医生告诉他们 因为杰西卡滥用违禁品 导致身体受损 所以连人工受孕都无法成功 不过一人一熊都很豁达 他们并不在意这个 不过为了巩固夫妻关系 所以还是决定领养一个 但没想到领养也失败了 原因是杰西卡滥用药品 而且小熊没有公民权 所以不符合领养条件 这可把小熊气坏了 毕竟在第一步他可是个小明星 怎么会没有公民权 随即他们就将政府告上了法院 就在他们准备请律师的时候 小熊却发现自己自己工作不仅没了 银行卡也被冻结了 因为身无分文 一直没有律师愿意帮助他们 直到这天 师承张艺达的曼莎决定免费帮助他们 这让几人有点担忧 毕竟张艺达的大名他们早有所耳闻 但当两人看到曼莎 也是个大烟囱之后 立马就同意了 但他们不知道 此时一家玩具厂的老板 得知他们的事情 并对小熊能够像人一样生活 非常的感兴趣 如果能够研究并复制出来 那么他很快就能超过盖茨 所以 为了确保政府在法庭上胜诉 他还特意找了当地最好的律师 只为确保小熊败诉 这只小熊 为了赚取打官司请律师的费用 特地打扮一番 大半夜跑到街上招揽客人 为自己的生意激情地演讲着 可路过的行人却无人驻足 很快就到了开庭这天 他们请来张艺达的真传弟子卖杀 作为己方的控诉律师 不仅没有赢得这场官司 还差点将小熊给送了进去 当庭宣布剥夺小熊的一切权利 不过小熊并没有被打倒 回家的路上主动提出开车 小熊听着劲爆的音乐一边摇摆 车子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毕竟没有熊权的他可不会遵守交规 扔掉的可乐砸在了别人车上 而自己因为吞云吐雾时 将然着的烟头丢在了自己身上 一个没注意 车子冲向悬崖 而此时车内的二人才迷迷糊糊地醒来 还以为就到了 第二天 因为昨天的过错导致没了车可以开 所以只能不醒 经过一个展厅时 小熊竟偶遇小迷地 一顿吹捧中跟着迷地走了 可当迷地回过头时 小熊才发现竟然是上部绑架自己的猥琐男 这下的他连忙向约翰求救 虽然约翰及时赶到 让小熊免遭开膛破肚的后果 但猥琐男却不死心 他偷摸跟着他们 找准时机 将绑着飞船的绳子隔断 约翰看到UFO朝小熊飞去 他二话不说给了小熊一脚 自己却被撞得不省人事 在医院里 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 终于 约翰心脏不动了 看到这一幕的小熊 难受得都快哭出来了 含情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约翰 下一秒 这可把周围的几人 差点直接吓走 反应过来的小熊 当即就爬到约翰脸上 给他来了一套头部按摩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律师看到 他被这群人的友谊 深深地感动到 立马表态 愿意免费为他们 再进行一次辩护 理所应当的 有了这位全国最强律师的帮忙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小熊胜诉 并且成功获得熊权 当天就迫不及待地 认领了一个孩子 并且还送了一只 同款小熊玩偶给他 小熊玩偶给他